哈嘍大家好 我是小鈴 歡迎回來我們的神奇寶貝 好啦 背景又有這個在鎚的聲音 沒錯 我又在做寶貝球了 上一集已經消耗了太多寶貝球了嘛 還花了不少錢去買了這個寶貝球 這個超級球 但是 咳咳 自己做就好了對不對 那我就稍微去研究了一下 到底哪一些球會比較好 所以我到最後找到這個計時球 這個計時球我覺得啦 可能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了 怎麼說呢 呃 計時球的話呢 他 呃 在 野生在跟那個神奇寶貝對戰的時候 只要超過兩個回合 捕捉率就會比超級球要來得高啦 那一開始會先放睡眠粉 然後還要稍微把他的血打掉一點 光是這兩個動作呢 就已經可以讓 計時球的捕捉率比超級球要來得高啦 所以說 好像拿著計時球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也有人跟我講那個快速球 在 第一回合的捕捉率是5倍 應該可以算是很高很高很高的 那計時球不管再怎麼高啊 就是他計時球是根據回合數的嘛 回合越多那個捕捉率越高 可是最高就到4倍 是在第10回合的時候 是到最高是4 就是會拉到4倍捕捉率 呃 這要怎麼說呢 我這樣子想一想呢 好像 啊 高級球又比超級球捕捉率還要再高 可是高級球呢只有2倍 超級球是1.5倍 所以高級球 實際上沒那麼好 而且他做起來呢也比較耗費 3顆果實只能做1片而已 3顆果實才能做1片喔 如果說做其他等級球片 這個對不對 3顆果實可以有2片 那更比如說重複球啊 月亮球啊 網文球還是計時球 這個計時球是3顆果實呢 可以有3片喔 好像比較划算一點 呵呵 所以我可能 未來的搭配呢就是 呃 藍色的 紅色的出現超級球 然後球如果丟了都差不多的話 我就改成使用計時球這樣子 呃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呵呵 這種選擇 喔 這個其實做起來也是蠻 也是 不多捏齁 也是不多捏 它是 一組就只能做2個 是不是 看來也不多欸 好像 看來看去也許計時球是 真的是比較好的選擇 或者是 我得得再多做一些那種 一般的這種 最最最一般的寶貝球 呵呵 這種倒是可以一次就做一大堆喔 哇 呃 所以經典型態還是有它的好處的喔 那其他的當然還有像什麼 網文球 我這邊其實都有 呃在這邊吧 有一些還不錯用的啦 網文球還不錯用啦 競賽球其實就 沒什麼用了 呵呵 呵呵 狩獵球也還好 那對蟲系的嗎 呃 呃 獸獵蟲王是只要在叢林地形裡面 那個捕捉率都會稍微高 不過好像也就只有 是多少倍啊 兩倍還是多少而已 不是很高喔 就再怎麼樣子比起來 我覺得好像比較好的 還是計時球 然後再搭配一些 這種比較簡單的寶貝球 因為你 這種寶貝球多丟幾顆 它的捕捉率就上去了 所以最高可以到四倍 我覺得還不錯啊 差不多就可以使用這種方式吧 我就可能未來都是這樣子使用 嗯 這邊還有 所以所以所以 呃 這邊有12顆 呃 這邊當然還是會繼續有 不過我的球片 那個鐵的 沒沒有那麼多了 沒那麼多了 最後一個了 就把這個放著 這樣子就做完了 做完就好了 我把按鈕都放回去 還有這個球片都先放回去 這邊繼續給它製作 那之前 這邊的那個皮卡丘啊 哈哈 皮卡丘 你還好嗎 之前不是要他 欸等一下 他居然出現了 哈哈 不過呢 其實索羅雅克他很常會出現 不過既然他現在出現了 我們就看看能不能現在呢 把他打一打 我現在拍巴拉狐出來 可能會有點危險喔 那走路草我拿在身上的是想要 喔 可能會把他打死喔 走路草放在身上呢 可能是 就是要讓他進化了嘛 對不對 索羅雅克的話 怎麼辦 踐踏打一下好了 嗯 果然再打一下的話 可能就會被我打死喔 他現在一回合已經過去了 所以可以先丟一個超級球 不過應該是很難 很難捕捉的才對 因為沒那麼容易 就可以有捕捉到的才對 果然沒有錯喔 他給我使用了瞪眼 他會不會那個沒有攻擊性的招式啊 再使用超級球一顆 所以 這個時候已經過了 喔 這是第三個回合過去了喔 那那個捕捉率來說的話呢 呃 計時球現在是可以變成將近有兩倍啊 是1.9倍的捕捉率吧 應該是這樣計算的 他現在有1.9倍 也就是說他很接近那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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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原來他果然還是有這些 這些攻擊的技巧啊 超恐怖的 打一下會死啊 所以這個捕捉率越來越高了 這一顆 然後就捕捉到了 哈哈哈哈 好像真的還是 這顆比較好用啊 那那個還有什麼 公園球嘛 公園球的話是捕捉率乘以255 那個好像是等於說是 百分百可以捕捉到 可是公園球呢在 怎麼講 在這個裡面似乎是不會出現的啊 就是說 你不管是打BOSS級的啊 或者是路邊捕 你都是 都是沒有辦法得到的 你只有開創造 才能夠得到那個公園球 這個是他那個官方 模組官方那邊說的 然後還有那個 所以我們的目標 只能放在大師球 或者應該 後面好像改名叫做掌門球 是不是 兩個名字都可以 啊那個的話 打BOSS還是可以得到的 呵呵 未來就只能夠放在那個 把希望放在那上面 然後這個應該有蛋了吧 啊還沒有蛋喔 都多久了 他們兩個都這麼久了啊 還是因為我人都太遠了啊 蛋 喔有嗎 有了嗎 為什麼剛剛沒有 喔 我要靠近了 然後他們才會有就對了 呵呵呵 終於有蛋了 來領取領取了領取了 所以說 現在呢就有了皮丘了 有沒有 有了皮丘了 然後我們要跑一段時間 他才會出現嘛 啊他們兩個既然已經 啊任務達成了 就先讓他們結束一下 呵呵 欸 圖圈 不知道能不能跟 嗯 壓嘴火 壓嘴火龍是公的 呃 壓嘴火龍的話 我要的是 我要的是母的啊 我捕捉公的幹什麼 對我要的 我要捕捉的應該是母的 呃不是公的喔 哈哈 哈哈哈哈 好母的壓嘴火龍 然後還有那個 欸我為什麼是捕捉母 公的不是 欸 我怎麼了 我到底怎麼了 哈哈哈哈 壓嘴火龍好了好了 所以我們要再殺去沙漠一趟了 沙漠來吧 啊沙漠我又來了 我還帶著走路草來 對 走路草的話 等級21 就可以進化了 所以說他只要再生個 10等就可以進化 那10等生起來是很容易 哇 這58等啊 哇這個沙漠這邊的 神奇寶貝 實在是嚇死人啊 那壓嘴火龍是不是 一定要在白天 才會出現呢 好像是喔 好 沒關係 不管怎麼說 現在這裡呢 應該是水劍龜的 天下才對 啊 哇這個等級比較高 體型也比較 喔這個等級又更高了 36的 31的 哇塞這個很慢 打 還怎麼辦 打就對了 水波龍打不死吧 欸居然打死了 還以為等級那麼高 不會一下就打死了 那怎麼辦 那就不應該派他出來的 派他出來幹什麼 算了把他打死吧 沒關係 那 接下來應該還會出現一大堆的 所以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到處都是一大堆的 蛤 蛤 熔岩蟲 為什麼等級這麼低啊 我想要等級高一點的 其實等級高低應該沒差喔 反正我捕捉起來就對了 也對我捕捉起來就對了 管他等級高低 那就捕捉低一點的吧 打起來比較容易 我也比較不會那麼容易被他打痛喔 那未來呢 只要再直接捕捉熔岩蝸就行了 就不需要捕捉 好像找不到等級那麼低的了 就你了 所以說我直接践踏他吧 好 好 好 還以為打不死的 喔 有個boss害好了 有個boss 有個boss 就是你了 啊 那大獅球的出現率實在是低的可以 DEEP OCEAN DEEP OCEAN OH MY GOD 這一定是海黃牙 這深海出現了一定是海黃牙 居然也出現了 啊 啊 噢 發生什麼事啊 喔他剛剛有反 會那反彈的嗎 鐵錘 苦豆雷之石 還是沒有一個大獅球 但是那個傢伙人不知道在哪裡有沒有 他就是很難找在深海裡面 深海裡面我要怎麼找他 怎麼找他我都不知道了 能看得到他嗎 那個東西有一個東西在那下面動喔 不知道是不是他 呃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不管怎麼樣他既然有可能會出現 而且是在深海是不是 他在附近的深海 那怎麼看深海應該也都是在 喔這邊有可能 我已經在深海了 我這邊已經是在深海了 所以我可以看我的小地圖吧 有神奇寶貝的地方呢 我就晃過去就對了 這邊有一個是那個海猩猩 好吧所以現實的狀況就是如此啦 雖然他刷出來了一隻 但是呢 呃實在沒有辦法找到 呃來日方長對不對 說過了來日方長 欸又一個boss了真好 真好終於又有一隻boss了 我有誰打他比較好的嗎 看來也是只有他了 呃48等嘛 呃等級不是那麼高的水柱也甩死他 雖然對他沒什麼屁用就是了 哇他們怎麼都會這一招啊 我怎麼還是把他打贏啊奇怪了 綠槌太陽石 就是不給我 就是不給我大師球就對了啊 你是母的嗎 你是母的嗎不知道 這樣子問他他也不會說話啊 哈哈哈哈 誰知道是公的還是母的 還公的喔去死吧 我只需要母的謝謝 我我我我居然燃燒了 我居然燃燒了啊我的天啊 碰到他的身體我也會燃燒的喔 他他他他他是什麼狀況 他怎麼都是公的呢 沒命中沒命中我我我我我我我混亂打了自己 我要被他打死了 好好樣的 我怎麼派個走路炒出來了 我在幹什麼 呃好吧 吸收重獲能量 我只能隨便亂用了 我表演點錯人了而已啊 點錯人就發生這麼悲慘的事情了 踐踏他吧 呃繼續抓他也沒什麼用啊 我要抓的是母的喔 真的會有母的嗎 很好的問題 應該會有吧 嗯這邊有一隻大嘴 喔我是不是要來捕捉一下 試著看看好了 太好了 被我丟到他 去死吧 喔不對不是不是死啊 呃果然是沒有什麼用的 哇我會補血的啊 哇他感到退縮了 不准再補了 打他 呃像這個 呃我已經打了幾次了 三三次四次了 繼續打 哇他又補血了 好好好過分喔 哈哈哈哈 太過分了 小子 呃降低我攻擊力 我的攻擊力一直被他降低耶 然後他等下又要補血 然後加強防禦力 補血加強防禦力 沒關係 十回合過去了沒有 我不知道 十回合 反正就是撐過十回合 打到十回合 就是捕捉率最高的時候計時球 然後直接補就對了 然後他現在血剛好也差不多掉了 快要一半去了 去吧計時球 哈哈 哈哈 隨便亂捕捉 這個就是 嗯 喔隨便亂捕捉 反正有四倍 喔不行 繼續踐踏他一下好了 畢竟 血打得越多的話 啦 他翅膀攻擊 他終於開始攻擊我了 血打得越多捕捉力也會越高 所以 所以 多打一點他的血呢 也是比較好的 記得我在前面前面幾 呃 第幾季就有把那個 公式弄出來嗎 他血量越少的話呢 那個捕捉力是會越高的 你 看運氣了看運氣了 都已經丟了這麼多顆球在他身上 這邊還有另外一隻 是不是去打這一隻啊 打一個不會補血了就行了 呵呵 你怎麼會補血了 這樣我太過分了 可以捕捉 OK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終究還是捕捉起來了 會補血 OK皮丘出來了 我的蛋已經孵化了 這下子皮丘也有啦 然後 那一個 皮卡丘的話 我等一下回去直接用雷之石 往他身上塞 然後他就會變成雷丘了 太好了 皮丘也有了 巨前蟹 最好也是可以來捕捉一下 剛剛這邊不是看到那個熔岩 為什麼我每次看到那個 熔 那個傢伙的時候 他對不見 會在壓嘴火龍太好了 你是攻的還是母的 目前看不出來 你是攻的還是母的 攻的 這個傢伙真的會有母的嗎 我就見他都沒了 見他居然都沒了 只要用火式 用火氣火焰的技能燒 燒燒燒他 燒吧 剛剛那居然會沒有命中 喔我的命中率被他降低了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欸你們到底有沒有母的啊 救命啊 不會沒有母的吧 現在來打一個三地鼠好了 畢竟 我還想要捕捉他的說 居然被我給打死了 捕捉都不給我捕捉的機會 還有嗎還有嗎還有嗎 想要捕捉的傢伙怎麼這麼容易被我打死 現在看起來都好像算是什麼 我身上的那個神奇寶貝的等級落差有點太大了 OK太好了 又看到了一個這個傢伙了 等級噴火陀嗎 他的名字 好來吧噴火陀 啊踐踏已經沒了嗎 那我還能怎麼辦 打他血應該又很少 喔 因為他好像有岩石系的吧對不對 我不知道 不要攻擊我 睡眠你耶 耶 耶兩回合過去了 計時球的捕捉率是比那個超級球來的高了 OK 睡覺是乘以二嗎 還是乘以多少 我都忘記了 沒關係沒關係 不管了先 來吧你你 烈焰馬無法戰鬥了 所以說 我還有母克因嘛 對不對 等級26的 我什麼都是攻的 真的會有母的嗎 那他進化之前那個到底要怎麼獲得 除了打指令之外 一定就是碰上這個傢伙 壓追火龍母的 然後叫他下蛋啊 一定是只有這個方法了呀 還有誰嗎 還有誰 百變怪嗎 難道用百變怪 不對啊我才不相信這個傢伙 會沒有母的耶 哇到時候電擊獸可能也是一樣的狀況 到時候電擊獸該怎麼辦啊 電擊獸應該怎麼看都感覺好像 全部都是那個弓的感覺 欸這邊是不是 喔不對那不是一個boss喔 那顏色 喔喔喔喔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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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傢伙 看到你就是好 捕捉一下暖暖豬 基本形態 就是要來捕捉 等級只有7喔 可能會打一下就死了 那既然如此的話 就就就就丟吧 就丟球吧 沒辦法 先讓人家睡覺是非常好的方法 恩 還是被他給掙脫了 沒辦法 血都沒掉這真的沒辦法 出 喔他醒來啦 我應該讓他繼續睡的 睡吧你 好他睡了 睡了的話 我是不是派走 喔走路小心被打死了 剛剛不小心 不小心讓他出來了一趟 呵呵呵 啊這個時候應該先回家一趟 補血的啊 這個傢伙是訓練師呢 還是技能教學者 不知道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天啊 太好了暖暖豬獲得了 那暖暖豬獲得 這邊還有這一個 這個傢伙怎麼了 呃 這邊還有 欸等一下 他的名字為什麼會中 後面有這麼多的控 控格的草 草草豬 你不管怎麼樣 就就捕捉了 就捕捉了 捕捉吧 就會捕捉吧 呵呵 對啊他為什麼他的名字後面 那麼長的控格 呵呵 是為什麼 現在還是先丟超級球吧 喔這個傢伙盯著我看 阿不得應該先打他了 幹嘛不打他 算了 他還在熟睡中嗎 那幻象書打一下好了 OK太好了 他醒來了 他醒來了 睡吧你 太好了太好了 現在應該很容易可以捕捉到他了 是的這個就是 啊全新的捕捉大作戰 呵呵 計時球 耶 睡眠加計時球 非常好的組合 那 嗯晚上到了嗎 我還是先睡到白天好了 睡到白天然後壓追火龍 才有可能出現 看起來是這樣子 看起來是白天才會出現的吧 然後 還有就是暖暖豬他們 那個第三階段進化 欸還真的出現了 說出現真的出現了 煙舞王你好 啊不過等級好高喔 這怎麼辦 管他怎麼辦 對不對先讓他睡覺再說了 哇還好沒有被打死 睡吧你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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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熟睡中太好了 打一點點血 能夠打一點點血就先打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計時球出現的時候 呵呵呵 能不能捕捉到了 睡眠中的睡眠中的 捕捉吧 捕捉吧 這樣子 喔不 不 欸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我 我只要睡個覺 他們也都可以恢復就對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意思是我只要睡覺他們也可以恢復 不用到神奇寶貝中心啊 呵呵 好神奇的事情喔現在 呵呵 現在真的是發生了一件我難以想像的事情 呵呵呵 對我剛剛我剛剛有做的事情就是睡了個覺對不對 所以我睡個覺他們的狀態全部都恢復了真好 啊現在我只能一直丟球啦 沒辦法讓那個 我的巴拿湖掛掉了 OK 收服了 計時球還是很好用的 剛剛這邊有一隻BOSS嘛對不對 有一隻BOSS在這邊逛來逛去的 剛剛有看到 那是不是不見了 刷掉了嗎 我剛剛看這個顏色還以為是那個大獅球欸 結果不是 剛剛這邊的BOSS呢 真的消失了 好可惜喔 喔壓追火龍又出現了 果然沒錯 壓追火龍 我就不相信 先看一下這邊繞過來有沒有那個BOSS好了 那個好像是土龍弟弟嘛 土龍弟弟BOSS 他是不是晚上刷出來的 然後現在天亮他也消失了 可能是的沒錯 白天好像不曾看到他 欸這個傢伙我剛剛有沒有收服過了 哈哈哈哈 連自己剛剛有沒有收服過他都已經不知道了 我發現那怎麼辦 喔收服過的喔 收服過的去死吧你 很好 對 他居然會有牛排欸 他不是駱駝嗎 他是駝 那你 你 等級才20多啊 啊可是我的八大狐 啊沒關係啊八大狐昏了就昏了 我也沒辦法 派母克音嗎 來 攻的很好 唉 母的呢 母的呢 不知道去哪 欸土龍弟弟明明就在那邊還有啊 剛剛的BOSS真的是刷掉了 來 母克音去吧 嗯 一樣 喔喔喔喔 他的速度比我還要快得多了 欸打不死 但是不能再打 現在是超級球時刻 高級球可以先丟吧 以免戰身上的那個空位喔 快快快抓抓抓抓 沒有沒有沒有抓到 哈哈 高級球去吧 那現在來說的話 那個 差不多差不多吧 第四個回合之後 呃 計時球 捕捉率應該就會比高級球還要高啊 所以3D所謂沒有捕捉到了 他也是我之前沒有捕捉到的 所以現在都有啦 太好啦 呃 亞洲火龍那邊有一個 在遠方 可達亞 之前好像抓過吧 這下面剛剛好像有岩漿的樣子 他我也沒有抓過啊 他我也沒有抓過啊 瑪麗露的話 我好像也沒有抓過是不是 忘記了 走路朝去吧 喔 沒有抓到過欸 會不會打把他打死啊 因為這個剋他欸 可是吸收本來的攻擊力就不高啦 欸果然 好險好險 呃 天啊 超級球去吧 來吧 好可愛的瑪麗露啊 瑪麗露好可愛啊 再來他進化是叫瑪麗露 比較大隻一點 好收服的太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這邊的話呢 呃 妙蛙種子我還沒有抓到過 這不知道為什麼 一開始就說啦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有顯示出來 但是我沒有抓到過 哇 其實還蠻多的 但是還有更多沒有抓到 很好 繼續努力繼續努力 先把沙漠能抓了 看能不能把他抓完 重點是 重點是這個母的 有沒有啊 有沒有母的啊 都是攻的是怎麼玩 我這等級才26啊 母的 母的出現了 哈哈 我都已經快要放棄了 應該不會打死他了才對 對打不死 唉唷 可是再打一下就有危險了 再打一下有危險 不行不能再打 再打會有危險 好不容易出現母的 這個可不能放過啊 所以至少直接開始抓了 嗯 我的八大虎剛剛也死了 實在沒辦法 好吧 所以繼續再丟一下超級球好了 計時球先多留著一點下來好了 因為他到 越到後面的話 捕捉力是越高 所以最好是把他留著 來吧來吧 只是血才掉一半 然後又沒睡著 很難抓耶 很難抓 哈哈哈 果然超難抓的 加油啊 這麼多顆球 捕捉一個母的總行了吧 加油 太難了太難了 怎麼怎麼怎麼了 不會吧 Bug Bug出現了 我被卡在這裡了 Bug出現了 好了果然還沒說 我回來了 啊 我知道母的壓追火龍 應該還會活著的 哈哈 就是他了吧 他就是母的那個對吧 等級26的應該是他 沒錯吧 母的 就是他母的 重新再來過一次了 我的天啊 那我是不是要使用翅膀攻擊 還是什麼打打 看能不能把他寫打更多 太好了 然後他又沒死 對火焰漩渦又來了 剛剛是不是就是火焰漩渦 然後讓我產生的Bug 之前好像也是喔 對好像都是因為火焰漩渦的關係 那因為火焰漩渦的關係 而且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召喚那個啊 召喚那個 召喚那個我的八大狐出來 欸 沒關係還是捕捉到 太好了 有母的了 任務達成 哈哈 太棒了 任務終於達成了 不過那個神獸現在 不管怎麼應該是已經被刷掉了 也不用去管他了 所以說現在我們先回到這裡來 呃 呃 不對我來錯地方了 哈哈 來錯地方了 呃 愛死的這個 這個地方 他們有沒有 喔他們兩個合體了 他們兩個真的合體了 有沒有蛋 你們兩個有沒有蛋了 有沒有蛋了 目前他被深深吸引了 艾比狼被迷春姐深深吸引了 他才一點點喜歡 欸有蛋了 有蛋了 耶 哈哈哈哈 所以可以把皮球塞進去 喔 收穫越來越好了 收穫越來越好了 現在的狀況越來越妙了 雖然說我的等級都還沒有上去 因為一直在抓神奇寶貝 哈哈 來吧 淋一下淋一下 喔 我我忘了把皮球放進去 我太急著拿蛋了 嘖 所以蛋在這裡 蛋 好很好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把皮球塞進去 對 那這個蛋呢應該就是 迷春蛙沒有錯 哈哈哈哈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太棒了太棒了 來來來來來來 所以呢 我們可以先讓迷春姐 欸辛苦你了迷春姐 你先回去吧 那艾比狼你是類似一種 呃專門用來那啥的對吧 來來來 母的壓追火龍來吧 啊但是 這是 啊這是一個問題 他應該在這邊很不爽 對果然沒錯 他又在哪裡才會比較高興 沙漠嗎 所以我又要把他們帶到沙漠去嗎 哈哈 哈哈 好不好好不好 那 反正我先 我先這樣子吧 先這樣子就對了 然後我把他給挖下來吧 這邊既然是冰的話 已經不需要在這邊了 我把這些全部都挖走 因為艾比蘭很喜歡這個嗎 艾比蘭很喜歡石磚 所以我把石磚挖走 然後我到一個 應該也許是沙漠吧 就把他們養在那邊 這樣的話呢 應該 到時候那個壓追火龍也會有小孩子了 OK 非常好的狀況 那麼 讓我先回家一趟好了 再回家一趟 呃 現在的話 我先把我的皮卡丘叫出來一下 然後我要拿雷之石出來 因為皮卡丘你也需要進化了 你該進化了 該進化的時候就是要進化 不准逃跑 進化吧皮卡丘 進化 強制性的 還好他不是小智的那一隻有沒有 啊 看著這個過程也是很酷炫的 變成雷秋之後 反正我都是要把他冷凍起來 不會用的 不會用他的 OK雷秋來了 好像蠻大隻的耶 太好了雷秋有了 還算蠻大隻的嘛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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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總而言之呢 呃這一集的話呢 就先在這裡結束了喔 那我看一下他的體型喔 果然是大的 哈哈 那這集在這裡先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見了 好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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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OK